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66岁的武则天,已然是大唐王朝最具权势的女人,掌控天下多年。 可就在她第一次宠幸28岁的薛怀毅后,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动与兴奋。 这位铁腕女皇,面对年仅28岁的年轻男子,内心为何会涌动如此复杂的情感? 是多年权力生活的估计,还是另有更深的缘由? 薛怀毅,这个看似普通的男子,又是如何打动武则天的心,甚至成为他身边的宠臣的呢? 公元688年,洛阳城内一派歌舞升平。 街头巷尾,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 在这喧嚣中,一个名叫冯小宝的年轻人正在街角兜售他的胭脂水粉。 他英俊的面庞和甜言蜜语吸引了不少女性顾客,生意红火得很。 冯小宝虽然出身世景,却生得一副好皮像,更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。 他深安女人心思,总能说些讨人欢心的话。 这份本事,不仅让他的生意蒸蒸日上,还让他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家的侍女。 然而,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转动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冯小宝与千金公主府上的一名侍女暗生情愫。 两人你来我往,竟将优惠的地点定在了公主府的后花园。 这一举动,无异于在老虎嘴边拔牙,风险之大,可想而知。 果不其然,精明的千金公主很快发现了端倪。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她悄悄尾随那名侍女,在后花园的假山后撞见了两人幽惠的场景。 千金公主本想怒斥一番,但当她看清冯小宝的样貌时,眼前一亮,心中顿声一戒。 当时的千金公主正为一件棘手的事情发愁。 她作为唐高祖里渊之女,曾参与了宗室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的行动。 虽然事后她明哲保身,认武则天为异母,但心里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。 武则天心狠手辣,为了巩固权力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,更何况一个异女。 千金公主深知,要想真正保全性命,必须得到武则天的信任。 而眼前这个英俊潇洒的冯小宝,或许正是她讨好武则天的一张王牌。 就这样,冯小宝被千金公主安排进了宫。 为了掩人耳目,武则天给她赐名薛怀义,谎称是太平公主丈夫薛绍的同族,方便她出入宫境。 一夜之间,一个卖胭脂水粉的小贩摇身一变,成了武则天身边的红人。 薛怀义出入宫廷,难免忐忑不安。 但她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身份,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讨好人的本事,她很快就摸清了宫廷里的规矩。 她知道,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,要想生存下去,就必须紧紧依附于武则天。 对于武则天来说,薛怀义的出现仿佛是一缕春风,吹散了她内心的寂寞。 多年来的权力斗争,让她失去了许多亲近的人。 丈夫理智的去世,儿女的背叛,都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。 薛怀义年轻帅气,又懂得如何取悦她,让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感觉。 但武则天毕竟是武则天,他不会被儿女情长蒙蔽双眼。 在他看来,薛怀义不仅能满足他生理上的需求,更重要的是,他可能成为他登基称帝路上的一枚重要棋子。 公元688年,武则天下令修剑天,明二堂,并指派薛怀义督办此事。 这个决定让朝中大臣们惊诧不已。 一个没有官职的男宠,竟然被委以如此重任? 然而,他们不知道的是,这只是武则天精心布局的第一步。 工程完工后,武则天以薛怀义督办有功为由,封他为左威尉大将军梁国公。 这一举动更是让朝臣们大跌眼镜。 修建宫殿就能封将军国公。 这分明是武则天在为薛怀义铺路。 果不其然,仅仅一年后突厥来犯。 武则天不顾群臣反对,派遣薛怀义领军出征。 这个决定引发了朝中一片哗然,奏章如雪片般飞向武则天。 但武则天置若罔闻,反而借机清除了几个不识相的大臣。 事实上,武则天早就得知突厥只是虚张声势。 他派薛怀义出征,不过是为他混军功罢了。 果然,薛怀义凯旋而归,被禁封为右卫大将军,恶国公。 随着地位的提升,薛怀义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武则天心中的重要性。 他明白,自己的一切都来自武则天,如果武则天倒台,他也将万劫不复。 为了自保,他开始全力支持武则天登基称帝。 当时,武则天面临两大阻力,其一,世人普遍认为皇位只有男子刻意继承, 其二,朝中大臣们反对一个姓武的坐上礼堂江山。 针对第一个问题,薛怀义带领手下翻阅各种典籍, 终于在《大云经》中找到了女主登基的依据。 他随即命人大量印刷《大云经》,并在各地广为传播,为武则天登基造势。 对于第二个问题,薛怀义在朝中培养了一批亲信。 这些人仗着有薛怀义撑腰,在朝堂上与反对派针锋相对。 不少反对武则天继位的大臣被赶出朝堂, 剩下的人也不敢再轻易顶撞武则天。 在薛怀义的鼎力相助下,武则天登基的障碍被一一扫清。 公元690年,在群臣和各方请求下, 武则天勉为其难地登基称帝,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 然而,权力的游戏永无休止。 薛怀义在帮助武则天登基后,地位达到了顶峰。 他开始沾沾自喜,认为自己在武则天心中的地位无可替代。 这种自负让他逐渐忘乎所以,开始干预朝政, 甚至在武则天面前也变得无所顾忌。 宫中的其他大臣和男宠对薛怀义的行为心生不满, 开始在武则天面前浸谗言。 武则天虽然年事已高,但他的政治嗅觉依旧敏锐。 他意识到,薛怀义已经不再是那个认他摆布的棋子, 而是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。 公元695年的一个深夜,武则天召见薛怀义。 当薛怀义踏入寝宫时, 他发现武则天的眼神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情,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漠和疏离。 武则天平静地告诉他, 有人对他多有不满。 薛怀义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 但为时已晚。 不久之后, 武则天开始疏远薛怀义。 曾经的宠臣很快沦为众矢之地, 朝中大臣们纷纷落井下石。 不甘心失去地位的薛怀义 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, 他一把火烧了自己曾经都建的名堂, 妄图引起武则天的注意。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武则天。 同年, 薛怀义被秘密处决。 从世经小贩到权倾朝野的宠臣, 再到身手异处的阶下囚, 薛怀义的一生如同一场大梦, 最终化为一缕青烟。 武则天与薛怀义的故事是一幕精彩的权力游戏。 66岁的女帝和28岁的男宠, 看似荒诞的组合, 却成就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 武则天用薛怀义满足自己的需求, 巩固权力, 薛怀义则借助武则天实现自己的野心。 然而, 当利用价值消失, 昔日的宠臣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。 好了, 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下次见。 感谢您的收看,